慈禧的最后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统治大清48年之久的无冕之王 早上还在处理光绪的后事 傍晚就嘴里含上了夜明珠 1908年11月15日 慈禧像往常一样 在宫女太监的伺候下起床洗漱 但这天早上 她要干一件不寻常的事 主持光绪帝的葬礼 因为就在头一天 38岁的光绪帝突然暴毙而亡 料理完光绪的后事 慈禧回到自己的宫殿用膳 可在午饭过后 她就感觉浑身不适 紧接着开始呼吸困难 慈禧意识到大县将至 于是赶紧召集群臣 交代自己的后事 由于光绪没有留下子嗣 慈禧把年仅三岁的溥仪 匆匆立为皇帝 由溥仪的父亲 纯亲王宰峰担任摄政王 据说宰峰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痛哭流涕 或许他早已遇见了 自己儿子的不幸命运 断气之前 慈禧还留下了两条遗命 在我之后 女人不得干政 太监不得善权 明朝知识得引以为戒 自己就是历史上 最大的一颗干政毒瘤 说出这话得有多不要脸 说完这些 慈禧终于厌弃 太监和宫女 赶紧给他嘴里塞上叶明珠 至此 这位统治大清48年至久的老妖婆 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观众们纷纷把666打在了屏幕上 很多人怀疑 慈禧自知命不久矣 于是提前堵死了光绪 因为他害怕 害怕光绪会否定自己的一切 让他去世后也得不到安宁 所以他在临死之际一定要带走光绪 你们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